5月10号,习近平在河北省委书记倪岳峰、省长王正普陪同下, 深入雄安新区的高铁站、社区、建设工地等, 就高标准、高质量推进雄安新区建设进行调研。 当天上午,习近平乘高铁前往雄安新区, 抵达后首先考察了雄安站的建设运行情况。 雄安站是雄安新区开工建设的第一个重大基础设施项目, 具有标志性意义。 习近平先后查看站台、后车大厅、站外广场, 了解雄安站建设运营和所在的攒岗片区规划建设情况。 习近平指出,雄安站是雄安新区的交汇车站, 要进一步完善联通雄安站和雄安新区的交通微信血管, 提升人流物流聚集和疏散的效率。 要把攒岗片区建设成为高端高新产业集聚区, 让各方来客一到雄安, 就能感受到雄安新区扑面而来的现代化新气象。 习近平随后乘车来到荣东片区南文营社区, 该社区安置了安新荣成两线回迁群众五千多人。 习近平来到党群服务中心, 同社区工作人员、现场办事群众等亲切交流, 仔细查看民情台账。 习近平强调, 我一直牵挂着回迁群众, 看到大家生活好, 我很欣慰。 建设好雄安新区, 重要的是衔接好安居和乐业, 让群众住得稳, 过得安又笨头。 接着,习近平来到社区食堂, 同就餐的社区老人等亲切交流。 这是三餐饭吗? 三餐饭。 这很丰盛啊。 三餐饭。 习近平对社区开展的便民养老服务等表示肯定。 他强调, 要同步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, 从一开始就下好绣花功夫, 积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, 构筑新时代一夜一居的人民之城。 习近平走进回迁居民李静和家中看望。 李静和告诉总书记, 2021年11月迁入新居, 房子宽敞明亮, 住得十分舒心, 日子越过越红火。 习近平强调, 建设雄安新区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。 大家响应国家号召, 积极配合, 为国家战略实施做出了贡献。 他勉励年轻一代, 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进程中, 坚定信心, 学好本领, 造福丧子, 做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。 临别时, 居民们高声欢呼, 总书记好, 习近平向大家挥手致意。 他深情地对大家说, 河北是我工作过的地方, 我对这里充满感情, 把这里建设好是我的心愿。 建设雄安新区是千年大计, 国家大事, 既不能心服气躁, 也不能等靠药, 要踏实努力, 久久围攻。 雄安城际站枢纽, 位于雄安新区启动区的核心位置。 习近平来到雄安城际站 及国贸中心项目建设现场, 看沙盘、登平台、远眺建设工地, 了解启动区重大基础设施项目 及重点疏解项目规划建设进展情况。 习近平指出, 交通是现代城市的血脉, 血脉畅通, 城市才能健康发展。 要在建设立体化综合交通网络上下功夫, 在充分利用地下空间上下功夫, 着力打造一个没有城市病的未来之城, 真正把高标准的城市规划蓝图 变为高质量的城市发展现实画卷。 卷所在强烈中相被影响 conf市内誠包、 并非设计划印设施项部变为第15位明镜航察有靠 focus点宣植留公司, 并非设计划身份就喜为二公里的眼镜头、 要支构地标注 thri 포 text世界上下功夫, 与您正会设分了射方 Gue月下午趣, 与您正好生活你可以延纪提拒模 해서